欢迎收看11月24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嘉远 新闻开始由股市走向 隔夜美股指数参丝 亚洲股市跌多其少 马股缺乏构性 全天在窄幅中起伏 闭市时微跌0.61点 收报在1522.27点 在互利方面 鹰派的美国联储主席鲍威尔连任 预期美国经济数据欠佳 而加速该值采取应对措施 马币兑美元跌破4.20 收报在4.2095令吉 接着有企业Black & White的单元 财政部副部长莫哈·莫沙哈指出 EPF会员透过Icina、Igitra以及Ilasari提款计划 提取了1,011令吉 而这导致超过610万名会员的EPF存款不足1万令吉 不仅如此 在这一批会员当中 有360万人的存款更是少过1,000令吉 对此莫哈·莫沙哈说 政府已经在努力改善有关问题 将会把有关会员所缴纳的公积金全部存入第一户头 直到填回提款额为止 他也强调 上前1令吉的提款金额并不影响国内金融市场 不过前首相纳吉却有不同的建议 他呼吁EPF重组派息方式 让较低存款者获得较高的利息率 纳吉说 EPF的主旨是 确保最多的大马人拥有足够的退休金 而不是为了让已经有高额EPF存款的人士越来越有钱 另外他也坚称 需要再提高iZitra的特别提款额至1万令吉 接着来看大马最大高档连锁超市集团 Jaya Grocer的最新消息 创卖该集团的丁氏家族将会从东盟工业增长基金手中 买回该集团所有股权持股提高到百分之百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多次传出丁氏家族打算让出控制股权的消息 因此有人认为上述的回购动作正是配合控制权转让的铺牌 彭博社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 股权恰受交易将会使该集团的估值提高到超过2亿美元 也就是约8亿4200万令吉 Jaya Grocer成立于2000年代中期 在东南亚拥有35家分店 并提供了线上购物和送货服务 换个焦点 苏伯玛从上个月开始接连被美国和加拿大 以涉嫌强迫劳益为由禁止进口产品 如今苏伯玛又因为同样的原因遭英国政府调查 而且可能被禁止供应手套给英国的国民保健署 英国卫报引述英国商业 能源和工业策略部官员的谈话表示 他们已经对苏伯玛展开调查 苏伯玛早前赢得价值31600万英镑 也就是约17亿8千万令吉的合约 但如今此合约很有可能因为调查工作而受到影响 苏伯玛今天的股价下跌5仙或2.86%至1令吉70仙 新闻结束先欢迎订阅百格 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我们再会